西藏每年都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前往 但很多人都为办理入藏寒而苦恼 今天卓满就给大家好好讲一下 关于入藏寒的攻略 一 什么是入藏寒 入藏寒是指中国公民 非中国护照持有者 非中国公民身份证持有者 进入西藏需要办理的进藏签证 二 哪些人需要办理入藏寒 一 非中国公民身份证持有者 中国台湾的游客 二 非中国护照持有者 外籍护照持有者 三 海外华人若无中国护照 也需办理入藏寒 三 港澳同胞需要办理入藏寒吗 以取消港澳地区人员进藏旅游 必须提供入藏寒的规定 港澳游客持中国特区护照 和港澳同胞回乡证 均可自由赴藏旅游 四 如何办理入藏寒 入藏寒个人是不能办理的 只能交由西藏当地的旅行社办理 您只需将您的基本信息 进藏路线 大致旅程时间 旅行意向 联系电话等资料 经所在地的旅行社 通常情况下 需要至少八个工作日 外加至少三天 把入藏寒原件邮寄到游客手上 上面就是详细的入藏寒解读 如果您想到西藏旅游 欢迎联系卓马哦 太西德雷 我是卓马 我们是一个旅游团 专业业专业 如果您有任何计划 订阅 请订阅我 My email address is joma1991 at gmail.com 请订阅 请订阅